亲爱的基督六甲家人们,在疫情当中,我们开始纪念了第二个收难周 本周我们将特别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收难和复活 正如哥林多前书15章三道世界的经文所讲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这里面记载了两次照圣经所说 说明了创造者上帝是如何拯救世界 有完整的圣经去说 第一个照圣经所说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真切地认识到 圣经当中所说的罪不只是法律意义上和道德意义上的犯罪 而指的是一种打靶,打不到靶心的意思 这个靶心其实指的就是神的标准 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人应该有的真正的人性 就是能够反映出上帝的形象 可惜世人远离了神 不能够活出容神一人该有的形象 那既然是罪人就要被定罪 但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哈利路亚 在这个受难节的时候 我们也特别记念祝耶稣为我们的罪 定是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 让我们这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第二个照圣经所说 就是基督埋葬了并且第三天复活 主耶稣基督不仅是受差遣道成肉身 从上而下进入到人的历史当中 更是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之功 死后三天复活 然后伤身回到高天之上 父神的右边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说 因为是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基督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复活的生命 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了释放 我们不仅脱离的罪 也脱离了死的律 我们不仅将来有永生 更是在今生与主同行 得祥平安和喜乐 教会在这一周会特别地纪念 收乱节和复活节 收乱节周五晚上七点半 我们教会四个部门将聚在一起纪念 复活节的主日上午十点半 儿童部和国有将以家庭联合的形式 在一起做联合敬拜 在这两次聚会当中 我们将特别通过网络生餐的方式 特别纪念主耶稣的收乱和复活 请大家做相应的准备 我们会通过ROOM和教会在线的方式 呈现两次特别聚会 ROOM的号码就是教会的电话号码 510-742-6818 密码2021 在这个特殊的一周 让我们有特别的纪念 愿神愿纳